連按兩次喇叭 最後當街纜車 白車駕駛一下車火氣超級大 怒氣沖沖 不斷逼問 小黃司機不甘示弱回嗆 這下可把男子惹惱了 回到車上拿出一罐 超大瓶的辣椒水 惡話不說 朝司機猛噴 司機拿著高爾夫球桿想反擊 但眼睛痛到幾乎快睜不開 眼看男子就要跑了 無奈大聲向路人呼救 這起行車糾紛 發生在晚上將近九點多 臺北萬華區環南市場附近 駕駛不顧其他用路安全 當街燃車 原來衝突起因 是為了這件事 動手的零星男子公稱 是因為不滿小黃司機開太慢 加上當時閃燈按喇叭 他都沒用 因此才會攔車理論 動手的零星男子 把辣椒水當成殺蟲劑 造成小黃問獎雙眼灼傷 被遺傷害罪 判有期徒刑四個月 可一顆髮金 不過這名男子先前 就常在萬華鬧事 二零八年萬華青山宮開槍 他也參與其中 兩年前替媽媽抱不平 在市場持刀噴辣椒水攻擊恐嚇 前科累累 如今又因為不滿司機開太慢 又動手再度悲傷刑責 真的是雪不乖 三天新聞正常的雙雲台北昌報道